说这一天呢 北京的成哥渡城 接到当时谁呢 接到当时念磊的电话 哎呀 磊哥 别别别 成哥 你是我成哥 不是 那个论岁数你皮我大 B班皮我大了 你像崔志广啊 什么那个王农江啊 那也是我成哥 我要准备上北京啊 我办点事我见面到北京 今天就到了 我见你个面 你方便不 方便呢 那个那你几点到啊 我请你吃饭 说那个我熟熟熟吧 我晚上我可能帮下午三四点钟 我见你 也不用劳之动纵 我跟你有几句话 可能我再一个 我可能见你面吧 我就带点礼物啥的 你不用带了 带什么礼物带礼物 哪次来都不少花 好嘞 电话发的就不掉 很快 这个聂磊当天的下午 四五点钟 就见着贼了 就见着杜成 杜成也没废话 没带其他人啊 带逃降啥的 你看在一个开发 那个咖啡厅坐下 坐下聂磊 一个人来的 外面有个司机啊 聂磊进屋 开车来的 进屋 穿着西装 戴着眼镜 一瞅思思文文 滴着小灯 这聂磊讲话呢 说诚哥 我给你带点礼物 爸把兜子一拿 也是给杜成 没上钱啊 可能上哪别的东西啥 坐上一瞅 这个聂磊啊 你说你这 有啥事啊 聂磊讲话 诚哥 啥事没有 说那个 我啊 下一步可能就今天吧 咱就不吃饭了 因为我下一步呢 可能 常住在北京 得有一段时间了 说怎么的 有一段时间了 什么意思呢 你之前不跟我聊过吗 说那个 电子游戏厅 那个赌城啊 包括小姐啥的 一年就整几百上钱的 没啥意思 我行 我设计房地产了 完了 我跟一个好大哥 我们青岛的一个大哥 因为我97年 就跟他大哥 就来往了 大哥现在做大了 往北京来了 然后我跟他大哥来了 上北京 我看看北京 房地产 那边行不行 行的话 我跟大哥合伙 我就干几年 那一年 改北京村土村 你要掏两个亿三个亿的 咱就不说别的 大哥给 给这个聂蕾点股份 一年 等什么十个亿 大哥给聂蕾三个亿 那几年不就站起来了吗 说 说说说 我可能常住北京了 我那个 青岛有个大哥 说大哥叫 姓邱 叫邱琳 那个邱琳大哥吧 就是人听好 97年我们就认识 青岛吧 就也带着我 现在他业务做大了 广州上海北京都做了 这半年的重点 就在北京 然后我就 这不就跟着来了吗 就聂蕾吧 他可能是流氓的 青岛可能是 靠着铁拳 靠着邱琳能打 但是商场上 他可能还真就是一个小白 人有做生意大的 这个大哥叫邱琳 人家那个叫 圣林房地产公司 就是邱琳做的 这杜城一听好事 这北京 你要是来了 那以后有啥事 咱能长聚 再一个 你到北京来了 你说 咱们那个啥 有啥事的话 那你敢那边 如果要是 真碰着啥事 这个有啥纠纷的话 你到时候你支撑 你找我也方便呢 你都不用 打个电话就到位了 你你那类这么想 说诚哥 轻易不会用你 但是用着你的时候吧 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杜城两个话 客气个等人 兜机吧哥们 那个不用客气 那你咋的不吃饭呢 说不吃饭了 我那个大哥 还在酒店等我呢 我也没领来 杜城两个话 那就领来呗 一起 我招待招待你 不得了不得了 明天吧 可能还有个什么事 然后我回去 跟大哥 我就掩一掩扭 诚哥 那我就不陪你了 给志哥他们带个好 我生意挺忙 我就不过去了 杜城讲话了 行了 那个 那这么的 然后那个 那个你那啥吧 那个你忙你的 哎哎好嘞 诚哥 这不就跟杜城 俩儿拜别一番 人家直接就走了 你看 就我说 就见到这个秋林大哥了 秋林大哥也是青岛人 说磊啊 上哪去了 大哥 我那啥 我那个去会一个好朋友 他没说杜城啊 也没说干啥 说啊 你这北京朋友还挺多 人家乡东聂磊的交集圈了 这个大哥呀 出门还带着当时这两个保镖 哎 聂磊讲话 说我带个司机给你就够用 你还带保镖 俩 不行 房地产行业特别乱 咱们做生意的出门啊 必须的 那叫咱的居安思维 自我防范意识地有 你看 李嘉诚 那不也让张志强给绑了 所以说这晚上 咱们真得注意点 聂磊讲话 是大哥 那个聂磊啊 明天没啥事 明天上午啊 你跟我去 参加一个活动 聂磊讲话 什么活动啊 说有一个房地产 北京的一个交流会 就多数都是来自北京 或者说北上广深吧 跟北京有一个交流会 然后有一些好的项目啊 说白了 就去资源整合 去互相认识认识 这聂磊一听 好事啊 这属于上等社会的 说大哥 那我跟你 明天跟你一起去 说几点呢 上午应该是 11点开始 可能中午呢 还有个 这个资助餐的里面 聂磊一听 说行 时间就来到了第二天 当天晚上 他们也没出去玩啊 也没出去 胡志海喝的 红浪漫的啊 早早就睡了 第二天上午9点 都是起来 穿完衣服 聂磊穿的西装挺精神啊 包括丘林大哥 他聂磊带个司机 丘林大哥也也是开车来的 两个 一个司机一个保镖 就两个相当于保镖 加一起五个人 俩大哥 就算啥保镖吧 也是三个司机 来到这个主会场 这是位于 那个北京的一个 朝阳区的这么一个 商务 商务交流会 这么一个会场 等他来的时候 该说不说 丘林大哥的段位 还是很高的 你看看 山东省 他也非常知名 然后来到北京嘛 因为同行 也有很多别的省市的 都认识 最起码这个会场 有三分之一 是认识丘林大哥的 这里面也是 会分那个大小个的 丘林大哥那时候 资产三百亿了 两千年 一进屋 聂磊 聂磊跟着的 像老弟似的 一进屋 就有数了 哎呀 林哥 哎呀 秋林哥 哎 林哥 哎 哎 哎呀 哎呀 你好 你好啊 那个 哎 给你介绍介绍啊 哎 聂磊啊 去 那个拿点吃的啥的啊 聂磊一把一白的手 小弟啥的拿过来点红酒啥的啊 就边拿酒 边边摇着 大伙聊天 说给你介绍介绍啊 那个 聂磊啊 这个是那个 上海的你张哥啊 因为你张哥那行业 比我做的都早 这个是那个你李哥 这个是孙哥 就一顿介绍 聂磊那时候小啊 比他们小 这帮比都四十多了 哎 说这是我青岛的一个小老弟儿 然后跟我出来也学习学习 那个 你看看 那个 以后啊 在这行业里面多多帮助啊 聂磊打个招呼 哎 聂磊 哎呀 张哥 李哥 啊 王哥 那个 你们好 我叫聂磊啊 这个 秋林大哥带着我老乡 也是当我好亲哥哥一样 然后 以后啊 这个圈子有啥事 承蒙观照 哎 聂磊很悬 也很谦虚 这几个大哥一瞅聂 从面相就能看出 这一个人善恶愁美啊 你好你好 哎呀 啊 雷弟啊 挺好 挺好小伙 有个人小子还听过 哎呀 聂磊 你给青岛可挺有名啊 聂磊讲 有啥名 有名 那个几位哥哥 照顾照顾啊 这不就寒暄一番吗 会场屋里面多少人呢 有个七八十人 就是这些大佬啊 服务人员就不算了 服务人员还得二三十 从门外啊 走进了一个人 这人当时啊 是落地 七百多万 可能是八百多万的 一台这个老子来子 带了当时啊 四个保佑 啊 这大哥前呼后用的 就进来了 那有点微胖 挺壮 背小手 窜石西装 那一时西装 可能都价值百万 有钱 哎 打打打金表 王无一进 啊 有人一手 哎呀 这不 啊 王哥吗 哎呀 啊 生哥生哥生哥好 生哥好啊 哎呀 王总王总王总 哎 都上去打招呼主动 因为这么说吧 来的这个人啊 也是行业里面的扛袜子 领头人物 北京当地的 哎 那你看 谁呢 秋林大哥 山东的就念了这个大哥吧 山东的 他来到这个啊 他也算够个 最起码会场里能排的前十名 这人来的这人啊 他要说他第三都没人敢说第二 啊 啊 这不王仁生就进来了吗 王仁生一进来就有点争 争风头了 很多人一吵 哎呀 王哥王哥王哥上去啊 你好啊 挺好的啊 是挺好的 这时候 聂磊旁边的秋林就说了 说那个 聂磊啊 啊 聂磊一吵啊 林哥 说看见没 那逼挺胖的 他是谁 他就叫这个 王仁生 还记得不 我上两个月跟你讲的 我在北京 啊 有几块地皮 都被他抢起来 啊 然后我俩 他妈的来了回回扯大剧 干好几仗 就在逼养了 啊 聂磊一吵 啊 大哥 我听你说过一嘴 啊 跟咱公司竞争的 因为有些这个 这屋里面一定会有做房地产 或者做什么装修行业的 竞标的时候 你瞅着竞标公开的 对象社会 对象啥省市的 全国的 最后也就一般就剩两三家 有竞争力的 对吧 一般竞标啊 不管名标 按标吧 最后决赛的时候 也就剩三两个 哎 他俩总结巴够大 所以说明的里 暗的里吧 总结巴斗 哎 然后呢 可能多数吧 人对面还占点上方 啊 但是极少数 比如说 占十次 人家剩七次 有他妈三次啊 他可能唠着两次 还有一次 盘落他家 啊 商业纠纷 这不丘林大哥说吗 说就这笔啊 哎 聂蕾这不 哎 也饿了啊 跟丘林大哥 十二点来钟呢 他俩坐这个 吃点心啥的 喝着红酒饮料啥 跟他坐着 王润生啊 哎 跟大伙聊天 一回头 哎呀 哎 他一眼就看见了谁了 就看见 哎 丘林跟聂蕾了 哎 我擦 哎 这笔 笑话就过来了 一人啊 保镖后面站着呢 拿杯过来了 就往这个 这桌子 一下不离桌子 旁边一共 为五六个凳子 趴着坐着 你像那个 老板坐着 员工都得站在后面上 那两个 那个丘林大哥 身后面站着 三个保镖 他过来了 坐下来 他身后那四个保镖 跟着离开 能有一两米的距离吧 坐着 哎呀 这不邱总吗 山东的邱哥吗 哎 这丘林抬头瞅着他 他的年龄相仿 都四都四 哎呀妈呀 你这刚看着我呀 看着你半天了 你也没往那边瞅 哎呀 哎 不这咱俩是真有缘呢 我上当车的时候也能看见你 你说我参加个什么活动 都能碰见你 你说咱俩咋的 天生那啥呀 天生咱俩就有缘 你说咱俩上辈子 是不是两口的 滚鸡肚子啊 谁给你吃两口的 我他妈烦死你了 怎么呢 你烦我干啥呀 啊 你说他妈的 我到哪个的 你好像头脚来 你后脚就来 你盯着我咋的 啊 哎 你别说 我真盯着你 你上半年公司 你拿下几块地皮 包括这个北京 那个 那个房山区 大兴区 你拿那两块地皮 我盯着你呢 你上半年不就 该北京拿两块吗 不是 你他妈盯我 干几个毛啊 哎 别人聊天吧 可能 别人要是路过 可能他俩一瞅 有时候笑着像朋友似的 但他俩是敌人啊 就商场上的敌人 他就这个必要啊 就是名字里 案子里就互相讽刺 互相抬杠着聊啊 但是 人笑喝了表面可没抄上啊 笑喝了他 说你盯我干几毛啊 啊 我咋不盯着你呢 你总跟我俩竞争啊 啊 那你看一整道节菜圈 就是你就是我的 那你说我能 能不盯着点你吗 是不是 我不盯着你 那我GPP上不去 不是你有那基本经历 你盯着点你媳妇 啊 被你媳妇给你戴绿帽子了 回家生儿子 戴这不不是你的 丘林大哥也没罐头啊 说你这把闹啥子呢 你玩呢 啊 不是我好好给你唠壳 你挣个唠壳啊 家常带磅呢 啊 你信不信 你麻痹这是北京 这不是山东 你信不信我让你出去 这回场 他不如愿你出不去北京 这屋愿你出不去 你看他也没惯着他 丘林俩话呢 你别吹牛逼 北京咋的 北京杀人不犯法 啊 就别说宰北京 宰山东啊 别说宰山东不怕你 到北京我照样不怕你 啊 你能咋的啊 你他妈想咋的啊 啊 想咋的 你他妈跟我叫板 是不 不是叫不叫板还咋的 你赶紧滚毒吧 我烦你 别急不往这座做 你反正我就往这座做咋的 我说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啊 别去插话啊 插话我真让你出不去这楼 我他妈躲不起你 我惹不起你 我躲你啊 丘林王岐一起 还没能起 这时候 那脸说句话 你妈的屁 你走啥 你在这上我揍你 你信不信 本来那脸从头听到尾 也没插话啊 但是这种就是 聂蕾一看大哥要往往前躲 聂蕾认为说躲鸡毛啊 躲怕他呀 聂蕾多好干呢 社会人 穿是西装 你瞅是 那叫西装暴徒啊 聂蕾那有错号的啊 西装暴徒 这比敢干 聂蕾打扮也狠的 说你妈 你再去不吱声 咋跟我大哥说话 你再吱声揍你信不信 人家带三四个保镖 那样 后面四个人 你瞅瞅 哎呀 哎呀 小屁崽子 你他妈 我跟邱琳说话 你是干鸡毛的 你 助理一手 不认 聂蕾 聂蕾讲话 唱你一妈 你信不信 你再嗶嗶一句 塞帮给打碎 你身后那几个保镖上 干什么 但这时候 已经有很多人注意了 因为动手了 聂蕾 去抓他脖领子去了 倒没揍他 他手下 那个保镖讲话 松着 哎 眼睛这个 王震生还挺有素质的 哎 不是啊 秋林啊 你这个小老弟 皮挺豹啊 秋林一笑 我的老弟呀 脾气贼豹 你就别惹他了 啊 那个青岛有名 西装暴徒 你离远点 啊 别是牙给你打掉了 行 哎 咱们骑驴看张门 走着瞧 啊 这吧 说着话 起身啊 拿着红酒杯起来了 并没打起来 但是还是被眼尖的 能有个二十来人看见了 哎 哎 你看他们走了 出去了 这个秋林就说了 啊 你来呀 你这么干可不好 啊 不是哥 这比多等啊 欠揍嘛 我他妈刚才想给他 两勺子来的 你看 你这只都没动手呢 我现在这种场合不好 大家都是文明人 你也讲话 我穿石西装 我也是文明人 你还知道不好啊 你敢这地方抄抄 动手 你知道同行 多少大佬 开始瞅着你 啊 那一瞅你用黑车灰 那风格 你你办事 以后谁敢跟咱合作呀 咱们来是谈合作来了 你来一心 哎呦 可不是啥的 是不是 你上这地方 你来嘎嘎 动手操你吗 那老板 秋林大哥 跟那嘎嘎养黑社会一样 啊 这动手打人啥的 那这些老板 多数是不展社会的 啊 那不影响公司 那个信用 说实际上 以后可别这么整了 那比 比大了 你来讲话 我知道了 秋哥 我又学一张 你来挺憨厚的 长相啊 认错态度挺好 说哥 我又学一张 要不说大手底 也好 成两个 你带着我 哎 俩人敢这聊天 还有这个司机 都要回面站着 但你看 他认为没啥事 就这笔人有 这个王 王顺生吧 他格局非常小 哎 生气了 没面子了 出门之后 脸如铁灰啊 电话就播出去了 喂 小五啊 哎 嗯 你生气 你该哪呢 朝阳那个 那个汇丰大厦 离这远不 说哥 我不远十分钟 你知道吗 带几个人过来 啊 老对手 他妈带个小鼻仔子 他说你妈抓我不能 要揍我 啊 给我整挺尴尬 你知道吗 一会儿啊 你过来 你快点的 我没走呢 别让他们就不走了 啊 一会儿你那哈 啊 能明白不 大哥明白 哎 等一会儿啊 也就十分钟就到 那你看 那里他们给大家待着 他这个会儿可能是 十一点多到一点钟左右 完事啊 已经接近尾声了 那里跟那个大哥 改屋里面还聊天呢 这时候啊 楼下 来了个大面包子 金杯面包 咔我门口大厦底一停 啊 下了十三个小子 个顶着我跟你说啊 绝对一瞅就社会 哎 最起码也是我这体格 一瞅挺赫人 胳膊还文龙画风 领头最小叫小鲁 喂 生哥 我到了 到了 到了好 你自己一人上来 啊 然后我在那个 十六楼呢 对 到电梯口 我告诉你找事 哎 好了哥 你们几个等着 车里 最必去坐电梯 哎 坐到十六楼 往屋一进 你看啊 哎 到这个楼梯口 他没进屋 他一进屋呢 他不是穿西足王那种 人一进屋太眨眼 社会流氓吧 哎 这五小五哥进进屋 一瞅 哎呀 生哥 这个王人生啊 瞅瞅 说 因为那个走廊打开 那四方往屋里能看清 说看见没 啊 靠玻璃那桌 那小子 啊 跟那个 那个啊 啊 说看见了 说一会儿啊 哎 我先走 然后下楼 盯着点他们 啊 都几个外地人 煽动的啊 笔记不整错了 一会儿下楼啊 我叫叫他 让他值得找个事 啊 但是不用露啊 哎 大哥讲话不用露啊 兄弟讲话 就哪个房地产开发商 你不沾车会 你也一定会养兄弟 说 不养兄弟的 你有的老板不愿意养黑车会 你给开点钱 他什么 他想要少 他帮打仗 丢块手表啊 价值十万 大哥你给不给 啊 然后是货短 再回头敲打你 但有些人是长期合作的这种关系 这哪个老板都有 你说你这暴力猜钱的时候 你是为了找社会人啊 所以说这都属于合作馆 并不是他老弟 但是听他的 一年可能是给点钱啊 办一次事给一次事钱 这小伍就记住这个聂蕾 他们的长相 这不骂 人就下楼了 人一指控聂蕾 就他抓了个脖领子 尤其是他 啊 毕竟给我叫一叫 人家大哥 坐电梯下去 坐车就走了 那你看这小子 跟他盯了半天 念蕾也下楼了 下楼这小 来到这个车前 你们几个都下了 直接就来到这个 写字楼的 一楼这个电梯 跟那个走楼梯 那个拐角处 那个一待 就你谁下楼 一共四部电梯 你谁下楼 从电梯里出来 都能看 也就是十来分钟 念蕾跟那个丘林大哥呀 待着十来分钟 一看也没这把啥 太有资源的人了 说林哥 咱走吧 秋林讲话 那就走吧 那什么 一会出去 找个地方 咱吃点饭 给这个阿美吃好 就把自助餐 走吧 他们五个人 进电梯 从电梯楼上 坐电梯就往前下 到这个一楼 到这个二楼下 聂蕾他们一出来 从大腾 聂蕾讲话 去把车提过来 因为车肯定不在跟前 有停车场 一个司机 还去提车 另外聂蕾的兄弟 也提车去了 那他们就剩三个人了 因为大哥带两个保镖 司机兼保镖 大哥领着一个人 加聂蕾 他们三个人 你看就这三个人 等着停车 也就两分钟呗 正好那电梯也开了 人家就进去了 电梯上 底下41个人没用 当第一声没听着 第二声聂蕾跟丘林 他们同时回头瞅 说张谁呢 聂蕾还问你 说聂蕾哥 张谁呢这是 丘林讲话呢 这没别人啊 兄弟啊 你们招呼我呀 你们不认识 人家北京人 社会 这几个小过来了 那个 哎 哥们 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呢 聂蕾瞅瞅 聂蕾就感觉不好 因为社会人的气息 十来个人给他们撒尾声了 聂蕾瞅 你们想干啥 不想干啥 不想干啥的 到北京了 不得给你整点纪念吗 是不是 哎 听说你小子皮挺暴啊 那还用说吗 这一句话 作为江湖人 念蕾他们也不傻逼啊 啊 丘林大哥一瞅 你们是他们王 王 王任生的 是吧 你别整那些 没有用的啊 我告诉你 这个 王任生做买卖 跟我俩是啊 竞争对手 但你别整这玩 不怕你们啊 就是玩 基本社会玩啥的 你们别整这出 你们要干啥 你们啊 几个臭流氓的 因为这几个小子可能恨不得 头焦黄 啊 穿白身上 穿个就不塌了板 老北京不邪 就是不是有钱人 这是地痞流氓 这几个小子一看 说啊 说你这小子 是山东的咋的啊 社会啊 啊 你得瞅瞅 你想干啥 因为你得参加这种商务宴 去什么 他能带枪啥 不可能 要给青岛穿 可能都别了 念蕾一瞅 眼睛对面是嗓子 他们嗓子 啊 这是 念蕾想话 你要干啥呀 念蕾就就我这厨 手插着都是穿西装 说你要干啥 你们啊 说我要干啥 擦你们挺呆 不干啥 瞅你不顺眼相 叫一叫一你 要一般人是不迷惑 瞅这帮人 啊 尤其后面有俩小子啊 已经从兜里面 把这小卡簧掏出来 喷 一弹 但你看 一般人要看你十来个人 别说不拿东西了 你都得嘶 而且人十来个人 四五个人 奔奔奔 卡簧刀已经弹出来了 念蕾手 一眼插头 哥们 我劝你啊 你们赶紧离我远点 啊 我就念蕾 山东的 哎 你要山东有朋友 你可以打着打着我 你要是干仗 我可以陪你玩玩 但你别难为我大哥 能听懂不 念蕾干嘛没怕 因为念蕾从小吧 就打仗出身 知道不 他纯是刀枪炮打出来的啊 老铁 但他跟汉匪还不是一类人 能知道不 青岛的社会有多些大小社会 没有一个 把念蕾打扶的 要不说念蕾能做青岛一哥呢 谁打他也不扶 那牙打掉都不扶 念蕾一丑刀更不害怕 说你们留远点啊 别就赛脸 不是你们几个 那商议人懵逼啊 说你们几个啊 我告诉你法治社会啊 我给你说报警 那谁要司机报警 哎就喊司机 让那个司机 还有一个司机 说你报警 这司机就也懵逼了 手头有点麻爪子 拿电话就要拨不拨 你看这时候 有个小领头的 拿个几把刀啊 说你妈的 你嘴挺硬啊 什么老子今天呢 就给你放放血啊 哎 奔念蕾就来了 但是你看 因为这些人不可能 十来个人同时拿刀 炸念蕾去 那也不是抗认神剧啊 他也显然不想要他命 叫一叫一 领头这小拿个刀 奔着念蕾就来了 不思奔念蕾的肚子来了吧 他没想到的是啥 你知道不 有人说扎着念蕾 念蕾就手插住都没堵啊 就看他扎过来 但你看 扎到念蕾身边一瞬间 他也一愣 他这么扎过去 念蕾这么抓的 能明白不 把这个刀抓住了 那有人说 那刀有刀刃 他不把手扎出血来吗 手当时拉拉扯血 你拿 别人拿菜刀 砍你一个手机 他也懵逼 也吓人不 巴就把手 手就攥着刀了 这小子 哎 哎 念蕾一瞅 别人也看在眼里呢啊 念蕾一瞅 回手 念蕾一听绑的啊 抓着小子手腕 巴这么一变 哎 你给我来 把手 撞过来 把刀的夺 照着小子 啪啪的 就咳两刀 这两刀 啪啪咳成之后 见血了的人 我跟你说 一见血 我跟你说啊 那那那就是 那扎一个 是扎扎两次 有两小 哎 大哥 操你们 哎 上去 瞬间三四个 四五个就奔地了 来了有刀的啊 但你看念蕾不慌不忙 啊 保保身哥 哎 那司机都蒙上 雷哥 哎 你看 有的还奔那司机去的 但这时候念蕾就看 念蕾自己一夜啊 那十三个人 就算有三四个人 去奔那司机的 还有十个人 十个人 奔念蕾 同时基本上 同时前后来了 念蕾往前脚一靠 操你妈 抓着就捅 就去你妈 操操你妈 啪 瞬间又干了六七个 啊 这玩意人就打仗 就再一股气势 你知道吗 念蕾不要命啊 就是你 念蕾先生有人说 中刀没中了 那能不中吗 有的刀再咔 划下胳膊 这个哎 去你妈 念蕾一堵 啪一堂 哎 咔背拉拉堂血 念蕾穿那个 欺服跟身杀全咔坏了 啊 但念蕾晚上是血 操 你妈 咔咔的 又咔了六七个 后来 这念蕾这时候 手上全是血啊 手中拿刀 操你妈 还谁来 剩剩那个几个没受伤 这都懵逼了 因为哪将 这阵势 小流氓 啊 拿刀相思一下子 就完事了啊 这他们一瞅 一人啊 抓到抢到 扎这啊 懵了去 几个人瞅瞅 不是 大哥大哥 不是 别别别别 别那哈 大哥你杀人了吗 大哥 你干啥呀 大哥 多大瞅 你往死捅啊 你啊 哎 有几个小青伤 扎肚的也捂的 但一瞅地上的五哥 哎 就这个啊 躺在地上啊 顶头的这五哥 嘴角就吐血沫的了 就吐西瓜枝了 唐伯乎点球箱里面 有一段对诗词 输了那笔 这时光 爷那那门小讲话 哥们你 你他妈杀人了 你 五哥 五哥 哎 有的人去扒那个五哥 去鼻子插 五哥 五哥 聂蕾这时候有点 刚才就聂蕾身上就是斗战神佛上神了你知道吗 但是这时候聂蕾 有点冷静了啊 因为打仗的时候有点全神关注 他也不知道自己疼 等这时候也感觉到自己痛了 聂蕾身中三四刀 但都是插伤滑伤啊 包括手抓刀 手指都全全破了 聂蕾朝我地上的这人 同伙那些上五哥那个阿姨瞅 哎呀 五哥 五哥 五哥死了 五哥没气了 那那几个逼我去你妈 有几个小子 我操你妈 你你杀人了 你杀人了 五哥死了 你别跑 你别跑 聂蕾当时也是脑瓜子 翁一下 怎么的 这么不经捅吗 捅两刀就捅死了 那玩意敢瞧了 捅那两刀 有一刀捅心脏 直接就干死了 那聂蕾长得高 那五哥长得矮 哎 直接有一刀炸心脏 哎 邱老板当时 撞上胆子 下去也一失 杀人了 死死死了 快快快 叫救护车报警 聂蕾讲话了 杀人的人命啊 而且要是在青岛老铁 聂蕾此时还不害怕 这是在北京 聂蕾啊 不行 你先走吧 你先走 然后我那啥 我我我我 我善后 聂蕾一瞅 哥 我往哪跑 没事 等警察来 啊 那个我跟他说 聂蕾心的讲话 操你妈 他拿刀扎的我 我抢过来 我扎他 我属于反杀 啊 聂蕾心里面 还有这想法呢 说我属于反杀 自自正当防卫 不知道有没有这诚啊 聂蕾讲话 我是反杀 没事 哥 那个不走 等警察来 但这时候 刚才他打电话 那边小爷打电话了 玩玩玩 啊 110了 对 汇丰大厦一楼 那底下有人杀人了 对对对 你快点来吧 那帮逼也没跑 打仗那帮逼也没跑 因为他们有六七个都干躺去了 你谁也跑不了 那都有监控 有啥的 那两千年了啊 而参与这场战争 那几个人没跑 那你看 很快 你看东城分局 嗯嗯嗯 来了 当时可能是小派派接的行啊 还有 有几个呢 好像一听说杀人了 肯定来的不少 来了得有二三十人 门口啪啪啪 也就基本七八分钟 人都到了啊 阿瑟讲话了啊 拿枪去队长 哎 这里面 一瞅 聂蕾的手还攥着刀呢 地上还有人 赶紧安的啊 哎 别动 把那个刀放下 放地下 聂蕾一瞅 那个 呃 把刀放地下啊 把刀 你杀的人呢 你把刀放地下 你那帮人找的刀都愣了 说你把刀放地下 聂蕾一瞅 说 那个 我不跑 啊 别开枪 那个警察同志 我说一下啊 他拿刀扎我 我那个 我 我属于反杀啊 你把鸡毛杀 把刀扔地下 哎 聂蕾一瞅 行 我扔地下 扔地下 啊 你们几个 怎么会 你 王牧师讲话了 说那个 他们找 我咋个事呢 你咋个事 都带走啊 把受伤的来来来 120来 120这时候也来了 受伤的 受刀伤的 全部拉走了 聂蕾 虽然这几伤 没让他上医院 因为聂蕾是杀人的 聂蕾说人是我统的 这不很快 阿森把聂蕾 还有这个 王大哥 还有这帮 逼养的那个 没受伤的三四个 这么说吧 十三个人 对面啊 老铁 只有三个没受伤 剩下十个都伤 你看来到 东城分局 把聂蕾找到一个 这时候聂蕾手 还拉了汤血呢 该手部署 这个主办的 当时一个 这脚还挺好 说你说这咋回事 人是你杀的 杀你杀的 聂蕾手 拉了汤血 给地带卫生纸 纸纸洗 卫生纸嘎嘎 缠着个手 你说这 聂蕾讲话 说大哥 我跟我那个老板 就那个叫丘琳 我们是山东人 那个你叫啥名 我叫聂蕾 说那个 咋办回事 说我跟我大哥来参加 和那个那啥 碰见那个商场上 那敌对方商战 有点纠纷 原来可能是因为地皮啥 然后呢 可能说两句过头话 然后刚才吧 他就找人来 这帮人难为我们 不让我们走 然后他们十多个人 拿刀围我 这不吗 我保护老板 他们拿刀扎着我 那我个手转出来 我把刀抢了 我自卫 我也得反杀呀 大哥 那我哪知道能扎死他 那人死了 当主办方 这个审问的这人一听 这人可能有点江湖情怀 听我故事懂 说你一个人 干你这十多个人 你得说 我们一起的有 五个 有两个去求车去了 刚才也带回来了 你们就 他俩没动手 然后我们老板也没动手 那个司机被扎伤了 就是我 理论上是我一个人 哎呦我擦 你是战神的 你啊 你一人对十多个 你得说 他们先扎对我 你别 你别说扎不扎对你 哥们 你这是大小是人命 能懂吗 人命 人命关天 我到他们挺佩服你 如果像你所说的属实的话 你这笔养的 你你你干啥的你啊 你来说 我我做生意的 我我我青岛那边 做那个房地产 或者那个 有一些游戏厅 啥 这大哥抽 你当过兵 你来说 我我没当 那你他妈 行了弟弟啊 啥也别说了 呃 你这个事啊 我现在大概给你一个心理个定位啊 你这东西你就你不死啊 你也勾计不呛啊 但是你整好了 你可能算你反杀呀 什么过时杀人呢 这个事不好说啊 你现在你等待结果吧 你现在被收容了啊 暂时这个受压了 然后我去外围去自信自信 其他的审问的什么情况啊 结合你要讲的实话 这个手续很繁琐 你也走不了了啊 那个 你来讲话 说行 我我知道 哎 我能打个电话吗 打电话 你当你家那哥们啊 操你爸打电话 眼睛转身就走了 但没打念蕾 啊 就这号人物 眼睛 眼睛那个地方也没难为念蕾 眼睛通过电话 就联系到王润生 说我是王润生啊 啊 说你是哪位 我们是东城分局 东城分局 你们找我什么事 找你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 这个 跟一个商场上的有人有纠纷呢 这人是青岛的叫丘林呢 说是啊 然后你是不是指派打手 啊 十多个人 十三个人确切的说 然后 去打赢南卫 说 我没有啊 那他不能承认 那是我没有啊 啊 没这事啊 我是有纠纷 但我 你说的事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我跟你说啊 出事了 人命 对方啊 一个小子 把你找的这十多个人 其中有一个 给干死了 而且还伤了十个 一共十三个人 讨厌十个 你知道不 啊 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我真不知道 这笔一听也吓一跳 说操你妈 一人干我十多个 怎么的 谁死了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 反正当时不管咋的啊 他没承认 他只能承认 他认 那人不是他打的啊 他也协助调查了啊 但当时呢 当天他就被放了 再说啊 已经经过问询 已经不承认 死那个小五啊 死了 人家说认识 是通过电话 我找他 我聊了别的事 反正 人家有钱人就说白了 这个事也好推脱啊 人家就 没啥事了 保释出去了 你看再说 王润生 出去了 没啥事 谁呢 丘林大哥懵逼了 因为人在外地 山东牛逼 青岛 你上北京去 你一个兄弟把人杀了 还干了八九个人 那医院里躺着 再死两个事更大了 他懵逼了 啊 改电话里面 哇哇找人啊 啊 北京他也认识人脉啊 什么土地级建设局啊 就这些打交道的 盖房的啊 审计的 什么 什么这个那个的 啊 说那个 李副局 哎 我是那谁 我丘林啊 对 有这么个事 我弟弟有点麻烦 他们他们先动那手啊 啊 那把人打死了 啊 那你这事太大了 这他们也不归土地医馆啊 你那么呢 人在哪呀 说人在东城分局 我给你找找人 让你啊 再看看这小个一眼行 现在案件没定性之前 都不允许看了 我可以让你去看一看 但是你 这个其他的忙 我就绑不上了 啊 你再看看其他的人吧 啊 说那也行 李副局 那我这个小弟啊 叫聂磊 他已经被收 收压了 可能是我 我想见见他 说那行 那那那那你 那哈 你一会儿我打电话 你去找那个李队长去吧 啊 电话一料 给观察地 反正当天出完事 也就是晚上四点多钟 谁呢 这个王润生啊 通过层层关系 这场杀了一案 谁能让你见的 他就见到聂磊了 啊 你讲话 啊 我告诉你啊 只能给你五分钟 啊 然后呢 有些话还不能 瞎说啊 穿弓啥的 那绝对不好使 不能说现场的事 啊 然后我们调查何时 跟你没啥关系 虽然你是老板 你也没指派他杀人 哎 说行行行行 门扎一开 聂磊这时候 手料子跟脚料都砸上来 他身上的伤啊 就自己也没基本 聂磊盖授部说 从小到大 就是刀枪棍棒的 也没少受啊 爱枪伤刀伤 聂磊身上老多伤啊 就是聂磊身上自我能力 恢复的非常强 就那几个口子 一下午 躺血嘎伯都封上了 说白了 衣服都沾上完了 也没说 也没擀到什么大动脉 也没流血之死啥的 全血嘎伯都没换 哎 八八了 那手的也给拿卫生纸缠好了 也都干不上来 聂磊坐在那儿老憔悴 八门一开 丘林大哥一瞅 哎呀 聂磊啊 你说 你咋整的 你说 你说你 你说我上午 我改上面 我还说 咱们这行业不能动粗 你说你 你说你 你把人扎死了 现在死一个 那八九个 还有两个重伤 都在那个ICU抢救 你说 这事可大了 哎呀 你给我上老火了 我这改北京啊 也没差人呗 哥 你别担心 那个 我不担心啥呀 你杀人了 你跟我一起出来的 你说我回 咋面对你父母 面对你媳妇啊 弟妹啊 是不是 你 你该说不说 他们这事我还有点责任 啊 为我这个 那啥 你说 哎呀 也那边讲话 那个 对不起啊 大哥 咱们五分钟就到了啊 不是 这么快呀 不是 那个 那类讲话呢 不是 那个 咋等啊 弟弟啊 哎呀 我这 那类讲话 哥 你别担心啊 那个 哥 你帮我打个电话就行 你寄个电话号啊 不是 我 你寄谁的电话 你妈 你爸 我能打吗 咋说 不是 你寄一下电话 大哥 你寄这个号啊 177这个号啊 尾号 多少多少 你寄一下子啊 这人叫这个 你就叫诚哥 然后你跟这个诚哥说 你就说 你是我念脸的大哥啊 你说我出事了 改东城分局呢 啊 他就说咋个事咋救我了啊 啊 啊 那边讲话 行了 到了 到世界上 大哥 别让我们为难啊 确实这事挺大的啊 我们市局都过问了啊 就现在市集兴队 下午就来人了啊 天黑可能咱们就 就要送了 行行行 啊 念脸讲话 大哥 大哥 一定要接受这电话 大哥 哎呀 这上午啊 这差点吗 花点钱也行 这下午都花不少钱了 这是给机会 让他见个人 啊 着急 脑袋都懵逼的 啊 回去说 哎呀 这大哥前段话 没给念脸打电话呢 不是 没给杜城打电话呢 打了敌友 他们十来个 因为大哥 他没相信 念脸 该北京能那么强 哎呀 马局 那个你看我这个事 哎呀 弟弟 要伤害都行 那杀人的事啊 你当局长 你网上管这个事啊 说这事不行 说 那个 你问问老孟吧 哎呀 孟副局 哎 那个东城分局 有银没 啊 这回接了 不说杀人的事 东城分局 那个一把何局长 跟我关也好啊 啊 咋的呢 老邱啊 说那个 那个局 那个是这么回事啊 我这弟弟有点麻烦 说你看看 能不能给引荐一下子 啊 给那个 他们那个局长呢 啊 他那局长叫何分会 嗯 嗯 行 回头不行 我给你那个打个招 然后你联一下子 哎 好好好 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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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洗的啥呢 操你把我花钱砸 我砸他二百万 我建一个分局的局长 我要砸 砸正了 大哥也听讲的啊 说我砸正了 那把聂雷啊 出是出不来了 做一个什么 哎 过时杀人啥的 判十年八年的 不行再找人 在宝外 再待几年 他都想着自己找 打完这个电话 没啥事 都五点多了 也基本没吃饭 跟司机啊 到门口吃点饭 那司机就说了 大叔啊 那个老板 没别的出路了吗 啊 没别的招吗 就必须得判砸吗 砸哥这 人那么好 说 哎 你来说 让我打个电话 说他认识个人 大哥 那你打电话试试呢 那万一 磊哥找那人好使呢 他能有啥人脉 在北京 他也不找来 别三 据我所知 磊哥人脉挺广的 磊哥不社会吗 你北京那边 有社会啥 跟当地 你这六三门 都关也好的 是啊 我打电话问他 这逼啊 打个电话 抱着试试态度 他的没心在事 打个谁 打个肚子 成哥那是五点肚子 这么基本改外面 这个眼睛要吃啥呢 金丽老黑他们做一租 还有那个当天晚上 杨林他们一帮啊 刚刚坐上饭店吃吃饭 哎 电话响了 成哥一瞅 一个声号 煽动 说是聂磊 喂 哎 是聂磊吗 雷弟啊 不是 雷哥啊 谁啊 不是 不是聂磊 哎 你认识聂磊不 哥们 说我认识聂啊 雷哥吗 那是 一天洗凉半截 吵他吧 管雷 聂磊叫雷哥 你说他也混不拿去 搭不拿去 啊 说那个 哎 你好 哥们 你叫杜成吗 是啊 我叫杜成啊 一听小孩声 啊 有啥事吗 说你好 我是青岛的啊 我我我姓邱叫邱琳 这个聂磊吧 是我一弟弟啊 他跟我上北京做房地产啊 啊 我听聂磊说 说了一个老板 挺好的 一个大哥跟他啊 对挺好的 是 那雷弟呢 啊 雷哥呢 说那个聂磊吧 哎呀 出点事 我这忙一下午了 我也没找到何事人 聂磊啊 让我给你打电话啊 他让我给你打的电话 我就给你打了 啊 你看哥们这事 你看你能帮上忙吗 啊 你就帮不上忙也没事 花钱呢 差多少钱我拿 啥事啊 聂磊咋的呢 诚哥就有一种 不想的预感 啊 那人你看都没主动 给他打电话 我现在头的 聂磊咋的 那雷可能被收了 这咋整个你说 这 好 啊 扎得好 不是 这扎得好 不是 我来的杀人了 大哥讲话了 这杀人怎么还杀的好呢 这杀人偿命啊 弟弟啊 你别开玩笑啊 多少讲话了 那个 这事啊 小事啊 你这么的 小事 不是 你真的啊 你在哪里大哥 我在外面呢 啊 我那个 东城分居门口 这个饭馆呢 你真的大哥 啊 我打个电话 一会儿我过去 他啊 我亲自给你处理啊 不是 能行不啊 哎呀 行不行 见面你就知道了 啊 好嘞 大哥啊 扎哥 八八八八八八 就把电话打给谁了 电话打给呀 假勇 啊 勇哥了 喂 啊 谁啊 勇哥 我啊 杜长 我擦你妈的 你他妈 管我叫勇哥 你指定是 求我办事啊 你啥事啊 啊 是你把打仗了 是杀人了 还是把腿绷折了 你猜真准呢 不是 咋的 杀人了 那个 出点人命啊 但不是我 我都不惹事 那个 不是 出人命了 咋个事啊 说那个 谁 那个山东的 那个青岛 那个 你不也见过一次吗 有一次杜城上 那家去带过他一次 说啊 那小呢 我知道 在青岛 那确实招待挺好的 那小子也挺 对我老实的啊 说我知道有这么个人 那行 那我也往那边去 他当时咱说了 杜城撂电话 简化了啊 就逃墙啊 赶紧开车拉我去啊 你们几个吃啊 我先走了 有点事 杜城并没带更多的人 就往那边去 你看杜城 司机开车拉着 这大哥呀 当时也 这大哥一直没闲着 一直找啊 说那个 啊 哎呀 李局 哎呀 你看看你 哎呀 找出人没有 说给你找出来 说那个 他那个姓何的局长嘛 他那个今天修班 他也没改单位 然后呢 他可能 他可能一会儿跟你联系啊 现在还不方便啊 等一会儿就给你打电话了 我把你电话给他了啊 你办啥事啊 哎呀 那个那就谢谢了啊 一会儿我联系他 我再细说 回头跟你讲 说那行啊 那这么的 大哥那有啥事 你再置身 好好好 不敢说杀人 杀人一般谁敢 谁敢办 你看 这在焦虑中 他打了几十个电话 大哥人挺好 那有些人说 你得出事 他出事呗 刚好他媳妇杀人了 自己摆去呗 不大一会儿 你看杜城 车到了 改在饭店门口 他改在家停着 也跟那个司机 有一个司机吧 受伤了 有俩司机不没受伤吗 受伤了 送医院没受伤 他改在家 说哎 看个车 杜城那个车 就停了 杜城下来了 瞅瞅 这大哥有点麻爪子 秋林大哥 瞅瞅这儿 瞅瞅那儿 说这哪个是 杜城讲话呢 你好大哥 是不是姓邱 叫秋林呢 聂蕾的一个大哥 啊 是我 你是 你就是那个 叫杜城呢 杜城讲话 对 是我 那个什么情况大哥 心里又一凉 一丑小鼻仔子 不大 不成三十岁 长得像二十多岁 能办事 他认为是跟那个念蕾呀 也差不多的人 也都是混点社会 做点生意的呗 说没事大哥 你这么的 那个 你先上我车里坐一会儿 完了 一会儿咱们 到时候我找个朋友 一会儿朋友就过来聊啊 说那个朋友来的时候 到时候就就办了 大哥讲话不这样 兄弟啊 那个 这 这事这个 挺大呀 咱们现在 我刚才找到很多 那个 啊 我找北京的 承建局的副局 还有那个土地局的 那个局长 副局 那个还有那什么 那个马科长 那个监视个部门的 他们跟我说吧 这个事吧 有的说 说争取那个 新闻聂垒吧 有理啊 他们属于这个 我感觉是正当防备 但他们有说 说是故事杀人 还有说 咱们争取 现在办吧 最起码让他那个 就是反杀也好 正当防卫也好 就故事杀人也好 就争取让他判个十年八年 不能让他掉脑袋呀 咱们再想办法 下一步 是不是 哎 这是那个 咋整 你说这玩意 我拿钱 我这个联系他们的 何局长 何局长现在吧 还没给我回话啊 早得咕咕的 杜城讲话呢 大哥 你说完没 啊 我 不是 我找到他们何局长了 何局长 他们那个 东城分局的局长 说一会儿可能给我回信 啊 也不到好不好使 哎呀 何局长 不行 杜城讲话 大哥 你那么的 你上我车里待一会儿吧 你这个别捣过了 这事吧 啊 不大 啊 不不大 杀人呢 弟弟 杜城讲话 大哥 这事你就别管了 一会儿这么点 一会儿大哥 我要找的人不好使 然后你再找人 行不行 啊 你看看 试试我的人 行不行 我的人不行 你再找人 听你的 啊 行行行行 那我上车里待一会儿 杜城这样揍的 说你没劲 你没劲 上车里面了 改车里害捣咕 说老弟 你看你找的谁呢 咱别当身 我又没有准备点钱呢 先给他顶上 能不能见着 合纪长的面 路船心里就一个想法 擦你妈妈掐死你 毕竟你来大哥 别着急 你也是好心 等一会儿啊 这时候巴巴 又一个车来了 贼车 甲友那车 甲友那车呀 眼睛是 不是什么豪车 甲友坐的车 奥迪A6 但是人家牌子很牛逼 老铁迪熟是贼呀 是不是 他到这些机关 我跟你说 咔咔全 全台杆 直接 门口站岗的 嘎嘎敬礼 还得这个 江岗车一到 巴巴也车进院了 巴巴打电话 小诚啊 该哪呢 我进院了 杜城讲话 你进院了 我这没进去呢 那改门口呢 那个阿大车 你没看着吗 你过来到门口 我说一下子 杜城讲话了 掏墙开车 开到门口 巴巴也喇叭 那边一来 同志 你这 加油那边 车开过来 在里面 自己的这个 讲话了 他那特殊通行证也好 啥也好 你就别管啥了 哥们 跟我们一起的 约完了 你们那个 何局长 一会就来 进去吧 放行 不打一会 就看外面 也干你的一个车 局长车一到 局长车 该说不说 人家车牌号 也挺牛逼的 都白牌子 卡金圈 把 局长一下来 当时杜城 那个车里面 那谁呢 丘林大哥 给这个 还叨叨咕咕咕里面 这一瞅这俩 比一斗几本 顺势不大 这是啥整啊 我这问问 他打点话了 李居 那个 你跟那个说明 他那何局长 那个 讲一听 那个何文会 一会就到 我打完电话了 这不来了吗 老何下车 哎呀 哪个是 哎呀 哎呀 永帝 哎 见过一次 以前啊 哎呀 永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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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过得像狗似的 发个腰啊 跟贾勇握手 来来 啊 贾勇改车 下来了 你好啊 何哥 老何当时都 他妈五十来岁了 这才一瞅 有点懵逼 说这个分局局长 对这 贾勇挺客气 看这让杜城 找的人 好像 最起码能说上话 啊 这笔兜里面 还背着五十万现金的啊 求得也挺好 啊 说先顶一下 别花多了 看看他妈 先打通人脉 怎么整啊 一看 这有点懵 说这这这 人都没搭过他 家老说 说那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 我弟弟啊 叫那小陈 啊 这个何局长 啊 你好 何局 这何局长 你好 什么情况 说咱那边啊 咱也不知道啥情况 人被你们抓了 现在就得问当事人 说上楼 上楼 上楼啊 那什么 把车厅封院 上楼 废话不多说 进屋里面啊 上了何局长的办公室来 啊 何局长讲话了 倒点笋 倒点笋 巴巴小茶笋 都倒上了啊 给老何 你看啊 杜长他们都被倒上了 这个 这个丘林大哥在旁边啊 也跟着听啊 他担心那个 啊 捏磊啊 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就他啊 我就告诉你 加油 我就说了 说你看那个何局啊 这人啊 在哪里 你看看 这人能不能先整上来啊 那个 先把这个聂磊啊 看看整上来啊 没事 不能跑 改这嘎嘴 我改这怕的 底下人说 是 哎 局长 到底下 聂磊的门啊 被打开了 你看啊 巴巴 把聂磊的铐子给打开了 那都上了 那死 杀人们死罪 那手脚子铐子上上了 聂磊就知道 我成哥肯定来了 巴巴打开了 身上都带血 没换衣服 给聂磊带到楼上 巴巴一瞧 局长 哎 局长 人带到了 一推门 你看聂磊 平常西装隔离的啊 那戴 那戴眼镜的 绝对大哥哥几的啊 一瞅 就是四十分纯的 在这处 你想想 捐一下五来 也上火杀人了 啊 谁还有血 血嘎巴 衣服也破的 哎呀 诚 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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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成讲话 哎呦 我操你 怎么造这样的 受伤了 你得讲话了 诚哥 那个 我挨起到 没事 杜成讲话 你 不这 这怎么 这不整 整个冤 你得给啊 这不信 抗个兵啥的 这旁边的 带队的那队长 他都不知道 早上 说擦你妈 这杀人 还得你伤一冤 哎 局长说 怎么回事 怎么不给医治呢 说局长 他杀人了 这这这伤不重 小池 讲话了 你看 这么的局长 人哪 改叽改叽的 不能跑 把手铐先给打开呗 说把手铐打开 巴巴 捏了手铐 给打开 哎 杜成讲话 那个 何局啊 方不方便 我找一个单独的 我要跟我弟弟聊两句 何局讲话了 这个 讲我一手 方便方便 隔壁隔壁 这不把聂磊带到隔壁 杜成啊 也来到隔壁 啊 来到隔壁啊 他俩单独的 你看这个邱林大哥 还不知道他们落的是啥 一进屋 杜成讲话了 说那个聂磊啊 怎么样 我能 我算反杀 正当防卫不啥的 成人一笑 要搁别人身上啊 死巴巴给来回了 够用了 你本身就有底子吧 你干啥的 老百姓可能还能算个反杀 正当防卫 你就混热灰的 那本身就有前科 那年少的时候就进去过 参加什么什么 抢劫团伙 但那一分钱没抢 纯纯的借寡 原来我也讲 都成讲话了 说这么点 这事啊 在男生是小事 你也知道你成哥啥样 别的不说了 一会儿给你找个医院看病 你就不用管了 保证啊 我现在要是放你立马 我催你个逼 但我保证啊 毕竟人命关天 我保证啊 今天立马给你解决完 明天争取让你处理 你得讲话 成哥 我就谢谢了成哥 就把他到北京 麻烦你 不用 说那干啥 认可你 啥也不用 杜成啊 转身就被领了 那里处理了 回到这屋 杜成讲话了 硬如成哥 就背小手 这个 那个 那啥 那个人 我得保啊 那个何局啊 这人吧 先给他送医院去 看个病 是不是这样 加油 勇哥 你看看 把人先送医院 看人都啥样了 这都 这他妈身上都伤口啥的 然后人也跑不了 人我得保啊 一会儿这个杨阳 怎么把人放了 旁边的这个 秋林大哥 一瞅都懵了 怎么的 这比这么狂吗 背小手 给局长面前说 这人我得保啊 杨阳先看病 完了不行 把人放了 秋林大哥 也不到杜成干啥的 再瞅瞅这些人 这 贾勇一瞅 所以你看 何局 他这个事啊 我听个大概 刚才倒倒的 能不能算正当防备呢 或者反杀 或者检察院那边 起诉咱们做做工作 当庭释放啥的 贾勇啊 你也知道 北京首都 而且这个事吧 人命关天 咱们已经上报时局 这个人命必报 然后 这个事吧 你们说的 咱们都能做 这工作啊 别看口供录完了 那帮 马局的吱声啊 啊 马局 那没问题 啊 一会儿我给马局打电话 说那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 对面 人家十来个人亲眼 看见能互相作证 说这个念蕾 拿着刀扎的人 啊 这事啊 口供录完了 可能也得改 但改吧 咱们也不能现在文明治法 你说人家肯定不能 这壁馆人真假 人家肯定不能愿意认可 哎 说你想说啥 是啥 是不是 人家死者家属啥的 那边人家不追究 其实这边官不举 民不举 是不是 哎 这是你们也得做做工作 哎 那没事 杜成啊 我把马震川 马局长这个事给你们摆了 然后那边那个 你就自己能办吗 杜成讲话 那我太能办了 啊 说这么 对面打电话 就在那办公室 贾勇拿电话 就给呀 北京市六三门的一把大哥马震川 电话给我 杜成也认识 咱杜成跟马震川一把过来 哎 小勇啊 啊 什么事啊 那个找马叔 那有这么个事啊 杜成你知道吧 杜成我知道啊 杜成啊 杜成不海南王的儿子吗 说杜成吧 他有一个朋友有点事 啊 对一个弟弟 在北京啊 这不嘛 长话短道啊 就因为上战啊 挑衅对面 咱对面拿刀 他反杀了 这不嘛 干一个 干伤九个不拔个 还死一个 这个事你看看 我现在给东城分局 人被抠这了 你看看马局 能不能给解决解决 说最好啊 把人给 整没事了 也别整起诉那环节 马局是一万个 不想管的事 但马局啊 一合计 那贾勇他叔 那是自己顶不上司 说行 那你让那个 分局那个 和文会接电话 好好好 新赵贾勇那么爸 贾勇他叔 那是村旺 那是他妈的 我得顶到上司 那一句话 让我没影都没影 那贾勇面子你不给呀 是 马局 至于他们那边 对面的事 你也不用管 哎 你可以告他们 让他们自己办 安抚明白 那咱这边就可以 做不做处理啊 安抚不明白 那咱们该抓人抓人 能听明白不 哎 让他们去死吧 是是是是 先把人医治了啊 按他的意思说 他说咋办呢 咋办 是是是 好吧 那个马局啊 指示我也收到了 加油啊 你看我一千人 先送到公安医院养伤 因为他毕竟人命 然后你现在当下的问题 就是这个对面吧 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 叫王润生 润生房地产开发 在北京也非常有实力 能排上前几名的 王府警的那个富豪 跟他都差不多 能知道吧 就网样的老头 家友一听 啊 我知道 这样 他的联系房子 我这还有 然后你们呢 自己私下联系 我其实我看明白了 他不承认 他指派这些人 这些人也是听他的 如果他那边 要是让这帮人改口的话 那我相信 这个事 就迎人而解了 路上讲话 说这事交给我办吧 办到现在 丘林大哥都懵逼 都不知道他俩是干啥的 丘林大哥讲话就丑子呗 家友讲话那行呢 多成啊 那你就办吧 啊 那这么的 跟何局长啊 握握手 这不就走了吗 何局长啊 把电话给杜成了 杜成拿过电话 这已经出了这个六扇门了 他们来到外面 啊 爷爷那边的聂雷 送到医院去 啊 暂时还没放 八八八八小电话 不过去 就在车里面 丘林大哥都听着你啊 家友走了 路上电话 喂 哎你好 是这个润生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 王润生吗 先生 是你 是你吗 嗯 我是王润生啊 哪位啊 这样啊 我是哪位不重要 这个下午啊 你安排一伙人 去打这个山东的这伙人 啊 然后你兄弟死一个 杀你兄弟的这小叫聂磊 我是他的一个哥哥 能听懂吧 然后呢 人家现在我准备要放了他啊 也找完人了 涉及你啥事呢 涉及你吧 指使的啊 我也不追究你 啊 你让杀聂磊杀也好啊 打聂磊也好 不追究你的事 但是你啊 现在你把这个 你的手下啊 你通个话 你通个方 我相信这样能力有 你让他们集体改口供 你们是属于啥呢 你们属于找事生事是 也念聂磊是正当防卫反杀啊 然后我们要做材料 需要你就配合这个啊 听明白没 你说啥 不是你他妈喝多了吧 你啊 不是你跟谁说话呢 啊 杜城讲话 你你他妈跟谁说话 我他妈跟谁说话 跟你说话呢呗 你这成了事 你是个成 你成啥你成啊 我他妈的不给你做点醋 说他妈不好听的话 杀人长命 钱贷还钱 他把我一个 话里面说漏了 啊 他把他把人杀死 他他他杀人长命 他跟我鸡毛关系 我不做点醋 说白了 那死者是我一个认识的 就我不做点醋 他妈 我不找找人 他妈整他就不错了 还让我他妈去改口供 干涉司法公正 你多大能力呀 还是人你保了 怎么的 人说的没错 你多大能力呀 海北京 他妈杀人啊 你敢包庇 你还去保了 你干啥的你啊 我就和计嘛 你有点脾气呢 我就喜欢有脾气 这么这么的啊 我要是保了 你要不配合我 我就他妈收拾你 收拾我 不你是不是喝多了 我告诉你啊 我他妈一句话 我让你在北京消失 你那公司都干不了 你信不信 你别他妈吹牛逼 鼓懒子啊 小鼻崽子啊 我告诉你啊 你这样也是见多了 小地皮 电话你就挂了 哎呀我擦 让人家吵你妈的 喂 不是咱们的 你敢不敢见个面 啊 你在哪里 你敢不敢见个面 不是 见不见面的 你还想咋的 啊 我怕你啊 你想咋的 我不想咋的 啊 那你要是害怕的话 你不见面 就是你 就是你不出面 我跟你说 这事我他妈也能办 操你妈的 你要是让我找着你 我给他妈受死你啊 不是 哎 你咋真能吹牛逼呢 你这么的 你要想来啊 我在这个北京市大兴区 你给大兴区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润生房地产开发公司 就他妈我的独门独院 你来吧 行 那你等着啊 你等我去消你 行啊 不是 怎么的 你消啊 吹牛逼你来吧 谁消谁不一定的 你咋吹牛逼 他妈家属来 你也得商量我 你要不想死 哎 你那边找找人 我这边不追究 说白了 你也得道歉 给人死者家属钱嘛 是不是实话 你当回事 杜成把电话一料 老五啊 哎 成哥 该哪呢 金利他们 金利 这个跟我咋一起呢 杨 这个杨林 刚才出一 林哥出一 有事走了 没赶身边 完了 那个还有那谁 他们 杨以利豪 他们都把家伙事 拿了点 出来 往大兴区那边去 啊 然后都打电话 陶墙跟我在一起 就不用叫了 三红二猴子的 啊 死崩了的 都往那去 大兴区那边有一个 房地产 开完公司 到门口去 等我 咋的了 成哥 别急着 废话 办事 是 杜厂那边讲话 到墙 开车 邱林大哥一瞅 不是 那个成哥 我想问一下 这个 咱们这 要动用社会关系 他一听 杜厂讲话 没事 黑的白的咱也不去的 啊 聂蕾这事 咱们 肯定办明白 大哥 你放心 要不 我不好使 你再找人啊 这大哥也不傻逼啊 瞅着样 好像好使一半了 说先搁你们来 这不就跟着一起坐车吗 很快就到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大哥呢 也没找人 自己公司 这个保安啥的 都得二三十个啊 再加上自己 有两个随身兄弟 办公室里 坐三四个人 你看 杜厂他们的车就到了 是一个这个 大楼挺高的 六七楼呢啊 喂 大哥 我到了 你是下来啊 还是我上去呢 我看那个 这些 什么实业 什么房地产的老板 有多硬啊 你们来多少人 是这个人吗 你上来吧 我改楼上六楼 你上来吧 你就说找我 装闭了点的 告诉大家保安 注意点啊 把那些 那个保安队长 还有那个保安 都叫过 叫库里面 那胶皮棍子 警棍啥都拿上点 妈的 跟谁装闭了点的 人家就没胖 这时候杜厂抄手 老五近列 人家好 下车 牙齿都背着 这帮逼 也都是没拿场杆的 那不是改上海打仗 这引力豪是火枪队 都拿着那个小QQ啥的 坐电梯来到这个六楼 到这门口啊 就看这个邪 邪的办公室里面 人就不少 杜厂背一小手 从这儿进入 虽然他岁数最小 叫个儿不高 陈哥第一个就背个手进入 哎呀 哪个是 给电话里跟我装逼 那个大哥呀 姓姓王就王啥呀 这老板呢 王日生坐这个 翘二两腿 也好好坐在 说 哎 你嘴放干净点 啊 弟弟 我告诉你啊 就你要是好好来 就是你是那边的这个叫什么什么累的那个家属呗 就你好好来啊 就这小子 把人给打死了 你找着人了 算你有点牛逼啊 你找着人了 你说你好说好商量的 你来给道个歉 哎 给拿点钱看看跟死者家属啊 哎 达成一致 我可以跟你沟通沟通啊 但你好好手画 你别去把逼得两脸的 赶在屋里遮那个的 等流氓那出 我告诉你啊 你大哥我做生意之前 也玩这么两连社会啊 小鸡巴哈牙子 擦你干得混哪个啊 对对啊 操 哎 哎呦我操 谁 谁 谁呀 咕咚一下子 一个压根杆就飞脑上了 杜成回头一瞅 老五 老五都蒙了 老五讲话 我操你嘛 韩潇 你他妈的抢功啊你 老五就准备要动手呢 韩潇 韩潇刚入伙 给杜成开车演啊 就是他当前没开车 跟那个老五他们一起来的 韩潇 你妈我成哥牛逼 我得上手 你一样干 我得帮他脑子 韩潇 你妈 怎么跟我成哥老车呢 好好说话 别养了一无脑袋 哎 我操你妈 保安也明白 哎 你们他妈的 哎 这时候大哥都没能说话 老板没能说话呢 你看这帮保安 呼啦一下 有拿钢管 有拿那个 没有骗卡 拿胶壁棍子 就要过来啊 但你看这时候老五他们 韩潇没有枪啊 没拿枪 你看 老五他们拿出来之后 你妈的 都别弄 谁弄他妈 打死他 帮着一枪 赵天鹏 卧槽 剩下野力好 讲话了 把那机器玩 扔那玩 烧火棍扔地下 扔地下 大哥 那保安 赠工资 赠个千八百块钱 谁给你拼命啊 那有枪啊 义务保安 削鼻亭 直接手都得上了 这 这大哥也得上了 还没行 杜成他们 包括丘陵大哥都猛了 是 你看 我猜的吧 操你妈 这笔是黑热会 啊 跟那个 聂磊一样一样的 人 你看真是 丘陵大哥以为杜成是黑热会 杜成讲话呢 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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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个事 能给解决不 啊 能不能告诉 给整明白的 就现在你可以不服啊 但我告诉你 你今天你贪事了 你他妈给电话了 还敢骂我 我跟你说啊 你黑到白到 北京市 你认识谁 你都可以打电话 你看个好不好使 啊 今天你他妈跪着求我 自己撤大嘴巴子 我跟你说啊 我都未必能原谅你 能听懂不 就你改都不好使了 我跟你说 现在 凶人不 这大哥当时被被削的一下 一看都掏枪了 大哥也也有点急了啊 那也不是说一下子就那啥的 冷静之后 捂着脑袋 哥们 社会是吧 他以为都成了社会呢 社会是吧 你这么呢 你敢不然我打电话 旁边又一个大嘴巴子 谁呀 喊笑又过去了 你妈 大电话 大电话 哎 哎 老五讲话 这比动手这么快的反应啊 刚刚入伙 急急 老五讲话 请我工的 多说点话 别打他 这是谁呀 打电话 来 今天你打一个电话 一会儿啊 我手你就能更得劲点 来打电话 打电话 行 你们牛逼啊 先别动我 我打个电话 你叫啥名 敢报个号 都成点话 我叫都成 嗯 行 喂 电话真打通啊 也在大兴区 有一个楼里面 一个大哥寄电话 喂 我是刘兵啊 哪位啊 说那个 刘兵啊 弟弟 有这么个事啊 这刘兵是谁呢 是当时大兴区的 一个社会大哥 然后洗白了已经 大兴区那边那个机场啊 几十个亿的这个什么一个工程 那大哥都能借着 就很牛逼的 也很牛逼了 最早流氓了 然后就是咱们说的北京那个 那是房山区 也是哪个区 那个郭徒的 就见刘兵都嘚瑟 当年刘兵打郭徒的一仗 打出名了 在北京 这刘兵也挺大 四十多岁了 这几点话 大兴区的大哥 也是企业家了 离他可能很近啊 就是都是企业 邻居 也是做的挺大项目 说啊 那个 哎呀 那个 生个啥事啊 说那个 刘兵啊 这么个事 我这个啊 有点麻烦 然后那个 生意上的事啊 多了不说 他他妈的 之前呢 事我就不跟你调了 一帮小子在我这屋里面 就在我面前的 他妈要受伤我 让我跪下 让我打嘴巴的 你看看 你方便不 你来一趟啊 谁呀 给北京 我擦 那么装逼啊 感谢你跪下 那哈 撤嘴巴 谁呀 你说吧 哪社会 北京大小流氓 哪社会 咱不认识啊 你叫杜兰杜云 不个大象 什么眼睛 谁不给咱们点面子 是 那个 知道你玩 挺好 他叫杜 杜兰 啊 给我旁边坐 啊 谁 杜兰 杜兰 你确定叫杜兰吗 是啊 三十多岁 啊 三十左右 哥啊 我去不了 咋的呢 说你说那杜兰 他也不是流氓 我知道这人啊 他是不是个不太高 啊 然后呢 好像 是啊 挺狂的 对 这逼啊 不是流氓 这逼应该是个基本白道挺好使的人 我不他听过杜兰他还不太了解 说这逼啊 好像北京很多人惹他都就流氓啥都干嘛 都整不了他 这逼这白道厉害啊 这白道挺神通的 反正好像就是不是二代 是二代的就身边人 反正我是整不了大哥 我听过这小子 我可去不了了 你看看你找找别人吧 啊 啊 都上电话呢 咋的 你找的人咋说的 就这么点啊 哥们 啊 白道硬 哥们 你敢不敢再用打个电话 操你吗 打 都上电话 打 不是 我打电话之前 你能不能不打我哥们 你要硬 你要牛逼 你别打我 都上电话打 888把电话就拨出去了 他找的这个人可挺硬 啊 喂 他得找白道人的 对面一个五十来岁的 大屁有真的 就是胖的啊 给外面正跟几个闺蜜吃饭 五十多书头的 喂 啊 谁呀 哎呀 第二姐 你好 第二姐 那个 你方便不 离大行的近远不 我方便呢 就在这跟前呢 咋的呢 那个二姐 咋回事呢 就是有人要难为我 让我下跪 要干啥的 其实这个 因为生意上的事 有点纠纷 啊 这是 听说的白道挺厉害 我刚才给刘兵打电话 啊 刘兵没敢来 说的白道厉害 完了 拿枪了 啥的啊 咋的 谁呀 这么牛逼 该北京城拿枪 啊 咋的不是混黑道白道的啊 不管他白道黑道 你姐觉得碾压他 啊 你这样 那个你公司吗 你告诉他别动手啊 我现在往那去 啊 你 姐 那谢谢了姐啊 你来啊 我去 好了 这大姐啊 老铁 我跟你说 姓刘 咱们简介叫刘样 中间还有个字啊 这刘样啊 跟几个闺蜜 说那个 那啥 我出去办点事 小方 你跟我去吧 就要跟前 但他长得不好看 一般人 往这来了 挺胖的啊 都有170分之斤 一脸横肉 一头条件就好 吃了也好 往这来了 拧毙大厂来了 车往 楼下一停 一个红色小超跑 爸爸跟小闺蜜 爸爸坐电梯 上来了 高跟鞋 爸一推门 进来 哎 人一进来 有人说 这女的找人 没啊 一人来的 领个闺蜜啊 知道这个 有一帮流氓 拿枪啥的啊 不到黑白两道的啊 人家来了 大姐一进入 谁呀 弟弟啊 哎呀 姐你来了 一看那弟弟脑瓜子 干啥 敢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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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骂呀 这谁呀 这是谁呀 把脑袋打这样啊 你们干啥呀 没王法了 跟北京咋的还动钱动泡的 你们是咋的 是昏道头了 哪个社会的 白刀谁 你爹谁 谁领台 是 我操你妈 喊去养了 当时杜成 跟 手下 这帮修理 哎呦 这 谁呀 这娘们 啊 大伙都瞅杜成 这是 这老娘们讲话 谁领头的 这是给杜成也喝着了 杜成也不打女人的 杜成讲话 大姐大姐 那个我 我是领头的 不是 不是 你是谁呀 大姐 我谁 啊 你流氓啊 我说点话 我 我不是流氓 我那 你是二代呀 你谁家的 啊 你说你老子是谁 啊 说点话 不是 你谁呀 大姐 不是 我 不是 我去问问你是谁 你看你来 你要摆事 啊 你是谁呀 我谁 啊 我就流氓样 啊 然后那个 我哥流氓军 是咱们大兴区的一把区长 啊 知道不 小鼻子 你们是不是混到头了 啊 就基本我最烦你们这帮人啊 天天拿个五连发的到外面 啊 哄的哄的 你们哄死谁了 哎呀 你打啊 你打的 韩孝上去了 堂堂一个基本区长妹妹 你敢这个啊 装逼掉点的 他妈都不到我成根啥段位吧 啊 八八四个啊嘴巴 给老娘们 老娘们无脸 啊 老五姐 没我擦 你妈别又这小抢功了 这韩孝挺挺手欠的 而且没底线 打女人 都成一瞅 你妈别韩孝太小的 这小长得跟杨诚差不多呀 这以前没发现文明呢 韩孝讲话把嘴闭上 你老头呢 肯定是不好使了 有在大点的员 你找你认识谁 都成讲话对 他们强我词了 啊 强哥 不就这套流程吗 我都知道了 都成讲话了 你妈别的 我不打女人啊 你说 你家谁好使 给谁打电话 啊 黑白两带都行啊 我姓杜叫杜常 我娘们一瞅 行啊 你们混到头了 啊 白 在这个不远处 一个办公楼 打兴趣的一个办公楼啊 学生五办公楼 啊 他亲哥 留会劲 哎呀 小燕啊 咋的呢 哥 我外面还打了 哥 啊 不是打你呢 不是 我帮那谁 一个弟弟摆事吗 那弟弟挺好的 你都见过 哥 那个 黑社会 要不就是 二代 他敢他装屁 他给我打了嘴巴子 哥 你来呀 哥 谁呀 谁打你了 这 那个那啥 那个 叫什么 那个杜常的啊 说那个杜常打的 我不知道他是干啥的 哥 你过来呀 拿枪他们 他拿枪了 啊 行 你赶在公司 行行 你等一会啊 我叫阿妹人处理啊 哎呦 操 电话816 你看杜常也吵 找谁找你哥了 听着电话呢 啊 你等着 你们啊 敢打我 臭流氓子 你没怕 也这女的啊 没服 你哥叫刘慧君 啊 你叫刘慧燕 啊 我叫刘慧燕 我哥刘慧君 喂 彤哥 孙童 彤哥 那个 我在朋友办点事 啊 成啊 咋的嘞 说北京有一个 这个大兴区 一个叫区长的 你认识不 大兴区区长 姓啥呀 姓刘 啊 那是一把区长 啊 我知道 刘慧君 说那个是这么回事 他有个妹妹啊 该我这个啊 这不吗 我办点事 来摆事 来了 我弟弟给四个大嘴巴 给他吼呢 他把不到咋整了啊 然后他找他哥了 他哥可能要找谁来啊 你告诉他一声啊 别急不来了 啊 行 你告诉他吧 他不服气来也行 关键他级别不够啊 行行行行 我直到咋个事啊 好嘞 嗯 电话巴登 在那边孙童 就打给这刘慧君 刘慧君啊 刚要问这个秘书 说你们看看 上六山门什么 去看看去啊 这电话响了 喂 哎呀 哎呀 童哥 那个 就是个啊 那个 你是不是有个妹妹啊 对呀 小样吗 咋的了 说你妹妹 给外面是不挨揍了 对呀 我妹妹刚才给外面挨揍 我这找人 这我看那边 说什么叫杜成 他说我也不认识 我也这也不混社会的 不干啥 好像是流氓的 是咋的 啥流氓啊 啊 那他们是二代 杜成他父亲是海南的一把手 知道不 啊 海南王的儿子 而且的杜成 我告诉你啊 他不是说他爸 也不提他爸呀 邓普正知道不 啊 小谭谭小连连 那个一把 啊 那他大哥 丁军伟 那个 万年儿的儿子 他儿子 跟他嘎嘎好 那他亲人主持 得有一半 那儿子跟他都好 我都没入容 他圈子 说实话啊 别看我这事儿大 你疯了 你你你妹妹 要捅大楼子 啊 你整不好 你这区长都别干了 没影子了 哎呀 我等着 全哥都憋不住乐 啊 抽一眼 啊 正哭 你好呢 他老头 他哥啊 电话来的 喂 啊 哥 你啥时候过来啊 大兴趣 那那那什么 那个房地产 妹子啊 你可别给我捅楼子了 你说你天天借我 国王改外面 打着我旗号 挣点钱 行 不犯啥大错误 啊 你说你 你改在外面 你瞎整 那那对面呢 你整不了 那对面呢 挺厉害的 那我跟你说 你白道 你整不过 你都顶级人物 那都是 啥啊 顶级人物 哥 给我打了 啊 你不听话呀 你啊 哥 你不管哪 你不来 你行了 不用你了 你行了 你奶等不 呸 有人说咋的呢 他也知道 他哥肯定不行了 他哥不来 但他没问啊 这你们等着啊 我再打个电话 啊 88888 把电话又拨出去了 你担心他管一个哥哥呢 他老头也挺厉害 他老头是北京 大区 某军 打给他老公手下了 啊 可能是一个参谋长啥的啊 说这个意思啊 哎 哎呀 嫂子 啊 咋的了嫂子 那是他老公的死等 恨不得啊 那个 你嫂子 爱惜了 那啥 你带点人过来 对 他们有枪 大型区 那个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厂子 你赶紧的 快点的 你带两个 两团来 两团不行啊 那够用了 你就别管了 嫂子 我立马就到 紧急集合 那个一营二营啊 跟我出发 啪啪啪 那该说不说 他打了一个电话 那比也是个师级的啊 打集合的 啪啪啪的这帮小小五个 丁刚的 全部武装啊 那不是说的 那啥 啪啪啪啦 就上车 有紧急任务啊 不知道干啥 是军演 是啪啪啪啪 往车上跳 他跳板往车上 摇四摇一打 啪啪啪啪 全跑步上了啊 一个车里面 装五十人 十个车里装五百人 最起码得十来个大解放 啪啪啪 这小子 你看看啊 背个血腰带一扎 卡卡也上车了 出发 大兴区 房地产什么开发公司 这俩们打完电话 就哪个二代不怕对对 说你们啊 小崽子 你们不用嘚瑟 你们呢 今天要是不走 你们就别走了啊 谁也走不了 我告诉你啊 谁也走 这要是马镇川啊 到那儿都不一定好使 能听懂不 人家打这个部门 这个好使啊 你看就在 他打完电话不久 这边的队队出发 刚到大门口五百米 他妹妹给他电话挂了 他哥这刘慧君啊 知道杜成他们是干啥的 懵逼了 一行呢就得找他老头 就把他电话打给他妹夫 哎呀 妹夫啊 哎呀慧君啊 咋的了哥 说那个 我妹妹啊 你媳妇啊 惹大祸了 咋的了 我不知道啊 怎么的了 啊 说今天下午逛街了 跟闺蜜 我这说这两天 队伍忙 要要要要 那个上那个南海演习 我就我就没打电话 哎呀妈呀 帮别人摆事去了 平常摆就摆了 今天他摆这个事 碰大硬茶子了 说对面啊 有个小子是二代 海南王的儿子 是吗 给你媳妇打了 不说我妹妹 而且这小子不是海南王的儿子 那点事 你刚才孙童来电话 都不能撒谎啊 说那个小圆圆的那个 鸡鸡鸡大哥 他侄子啊 他侄侄 跟他好老百丈 啊 说还有那个 哎 正管你的啊 海陆空兵马大元帅 那个万年啊 那全国的那 那那那那 你们板块的一把手的儿子 说丁俊伟跟他是铁哥们 啊 我媳妇跟他刷婆呢 我擦他妈出事的 咱俩不都干没影子了吗 啊 那那那曾药帮呢 他父亲就管你 那一口 你这你都没影 我我我打电话 我打电话 我看他干哪 那咋过事啊 啊 我楼下怎么紧紧集合的 你干什么玩意啊 干嘛 等会啊 电话888 不给他媳妇了 啊 哎 媳妇啊 你干哪呢 小燕啊 老高 我把媳妇 打了 来一帮人 拿相带棒 我帮我摆事 你听我说 啊 我找到谁了 我找你们的副市长 那里副市长过来了 一会儿啊 我现在过去跟你处理 你千万别冲动 你目前为止 你信我的一句话 你要不想让我死 你一句话也别说 你连个屁也别放 记住 啊 你到那个儿子 你啥也别说 别做 别放屁 我去跟你办事 咋的呢 老公 行了 不用 好了 喂 哎 那个 军长 你他妈干哪呢 你他妈队友集合了 嫂子来信 说挨揍了 我这 一贪工事 上他调动部队 应该跟领导请示 他行 我帮嫂子办事 你知不知道 啊 我 我出发 嫂子 那好像说 让我带两个团 我这带两个营 等我现在出发 你他妈的 过去你都得上那个 那啥军事法庭 你知道吗 你赶紧把车子拉回来 你他妈惹不起 我也惹不起 别说我是个副队 我他妈正的 你他妈惹不起 赶紧回来 是 那嫂子那边 去你吗 嫂子不用你管 好了 救命 到 派车 这笔 派车 他那个对对的啊 半道撤回来 你看啊 他 杜城那边 也就二十多分钟 就看楼下 卡卡卡 来他妈三四台 大那个 大吉普的 他出门的 都有那个 都警卫牌 啥都配上了 都配上了 哎 这个 刘河军长啊 那招装来的也是啊 呱呱 请委员跟着他 有人这时候 这个韩孝一抬头 哎呀 来对对了 杜城那边怎么的 来对对了 哎呀 手掌挺大 扛的黄牌来的 交黄交黄的 看不清 肩盘应该是俩的 杜城那边谁来的 就在这时候 你看啊 他一推门啊 扒扒小兵给开门啊 扒他进来 说那个 没敢背手啊 媳妇啊 没干啥吧 我挨揍了 我干啥 哪位是杜城城哥啊 杜城城门逼 说你是 城哥 我是这个 这老娘们 他老头 也就是他爱人 我听我妹夫说 不是我听我那个 他哥说 咋回事 我也知道怎么回事 这里面的事啊 跟我家人一点没关系 这个 我媳妇没干啥吗 不就挨揍了吗 也没打人吧 没有 那个 那我能领走的不 你们的事我们不管 然后别跟我们下 都说假话 那大哥 那你就带走呗 那你就 我信你要来揍我了 哎呀妈呀 可不敢 可不敢 假话呢 可不 他媳妇都猛了 老公 你闭嘴吧 也不傻 明媚咋个事 别他妈说 我是个富的 我是个正的 也不行 你他妈闯祸了 你踢金板上来 不是铁板 你踢金板 别说话了 那个 那是你什么弟弟啥的啊 你不欠一钱给人钱 欠一腿给人腿 欠一啥 跟咱们一块 走走走 时间下去了 杰哥出发 他走了 都走了上杜城了 他们这伙人往那一坐 再瞅瞅对面这大哥 也看明白 他没来 爹楼下讯息 你知道 我他妈啪啪啪啪的 我这这啪啪啪啪的 这这啪啪啪啪啪的 这这这这顶尾的黄身什么 这儿子都跟他玩 你这这 老公 错了 以后啥他妈扯他妈毒脏 钱不够花啥的 说多少人还认谁 提 大哥 跪跪跪跪跪 跪 你拍一我拍一 我的杰哥最牛逼 你拍二我拍二 你说咋地都咋地 你这么的吧 行了行了别打了 你真服了 家服了 真服了 真服了这么的 哥们 回头 搞共全改 那小子不自己玩枪 玩刀 他不自己扎自己 这点事 那那那哥们应该给他 发个建议为奖 那你去 这扎他一刀都不多 我跟你说啊 真的 就是这小子 我跟你说 早就想扎他 一直没到处够了 这个聂雷呀 他是帮占大马的 哎 然后啊 那个公司 咱们 就是他可以随便 在北京开发 开的 他相当的我全让出来 哎呦操 准备这么快啊 必须的 诚哥 我要是在这行业里 要看不明这点事 诚哥 行 那就你安排呗 我安排 诚哥 啥也不用等 你就请好了 你要不服气啊 再找我下一次 掌施你 不敢了 那么后来老铁 这边口供全改 说这小子自己 就把玩刀 自己扎自己 那兄弟啥的 喝毒了 自己他们 讲话了 玩刀 或者扎地啊 七天之后 聂雷的商业好了 在公安医院里面 孙力处理 但老铁故事讲到这 还没完事 这秋雷大哥呀 哎 聂雷 你那哥们到底是干啥的 我就没听明白 那天办事挺好使 那个 啊 诚哥 他爸是海南王 然后那个三军总司令的儿子 跟他是铁哥们 还有那个 全国那啥 那个 还有那个老百姜 曾药邦的 反正他父亲 他们的 哎 有时间约出来跟我吃点饭呗 我认识认识 不 聂雷两个不好 你挺忙的 那个也没时间 陪掌 啊 行 聂雷妹给他引荐 又隔了两个月 雷迪亚 那个北京的市场就这点 你说你跟我那该一起 咱们 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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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山东发展发展的 啊 毕竟你本土啊 行 哥 那我回山东了啊 那不是大师哥讲话 你不给我引荐 娶你麻痹 对吧 你有那么高人脉不够引荐 聂雷有私心呢 聂雷在这个 两月以后就被他踹回去了 已经没带聂雷玩 但是带了几个月而已 97年之前带过他是合作项目 就是真正做 挣大钱的时候 没带聂雷 后来聂雷不也是出事